我們應該可以踢到完吧 最後五公里了啊 我們應該可以吧對不對 你都會有沒有信心 一過隧道就開始 但是心跳得很快 其實現在心都好像還在 蹦蹦蹦蹦在那邊跳 大雨嶺到武嶺這十公里 這一段是我個人覺得 所有旅程當中最困難的地方 武嶺我們來了 耶 拜託他們注意 車隊會方有大型遊覽車接近車 請大家一路靠右去安全 這一趟我們跟著捷安特的電動單車隊E-Bike 一起北進屋令 三天兩夜 車友總共要騎252公里 除了長距離遠征 高低海拔落差3000公尺 對體力更是一向挑戰 在上級中 第一天97公里北宜晚期 只能算是熱身 接下來這兩天 更嚴峻的考驗 一步步準備來襲 不過這氣氛先別搞得這麼緊張 這一路上必看必吃的 也是這集的重點喔 來第二天了 第二天了 第二天了 我們現在在的位置呢 是三星 阿多拉你知道三星最有名的是什麼嗎 當然是三星蔥 我跟你講來這邊呢 有一家店你飛的經過要吃飽 我們才能繼續騎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哇 謝謝 真的真的 不理你了喔 之前就是有聽人家講過 可是一直都沒有 來吃過這個蔥油餅 我以前在美國生活了大概八年 然後每天都很想吃這個蔥油餅 今天比較特別的是我們來到宜蘭 然後就是終於吃到了 滿滿的蔥油餅 好 今天是我們第二天要從羅東一路到武林農場 長度90公里 比坐點距離稍微短一些 大家可以放心的騎了 離開三星 穿過泰雅大橋 車隊正式開啟了Day2的公路之旅 這條台積甲中橫宜蘭之線 全長73.6公里 路線平緩而且起步不大 尤其在六種模式助力輔助下 更是讓人倍感輕鬆 從大同經過獨立山 開始進入了南山部落 而這裡最著名的 就是一大片的高麗菜作業區 一路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高麗菜 就看過去就覺得很壯觀 因為全部都是而且還很大客 但是你沒有走下來看 你就沒有什麼感覺 哇這一整片高麗菜 真的是相當壯觀 不過都來了 光看不吃怎麼說得過去 他們的高麗菜真的特別好吃 好甜喔 很甜 很脆 把這個高山高麗菜 果然有口皆悲 但我們是深度旅遊的節目 總要來點不一樣的吧 它可以生吃嗎 可以啊 有農藥嗎 現在不打農藥的 不打農藥的太好了 你要跟我一起吃喔 沒關係 好 新鮮的 新鮮的 這麼大片 小片子你可以吃 這一片會 甜 甜的 冰冰的涼 甜甜的 甜甜的 咬下去就跑出來 然後甜味又出來了 我覺得甚至都比那個煮過的還要好吃 喔 而且是第一次 這麼豪邁的吃一顆 高麗菜 好啦 歡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 因為過了南山 接下來就是讓雙腿相當有感的 顯身潑地形 十元悟口 那一段路對我來講 有一點點的困難 因為那個溫度就是比較低 然後 也是有一點累了吧 我沿途就是鼻涕一直流 然後 因為它又有下坡 我又不敢把雙手放開 然後拿衛生紙 我就只好拿我的那個 手套 就是這樣一直擦 一直擦 一直擦 然後大隊就是這樣前進我其實有落後 總隊的人就是有 就是一直鼓勵我啊 然後就跟我說要控制自己的呼吸的頻率 然後也要保持住我的回轉速 讓它後面啊 讓它配速啊 不要它 慢 乎快 冷冷的 有力吧 有 慢慢的跳 不要再踩斷 就慢慢跳 所以說我就算很累 我還是沒有把那個放掉 就這樣一直擦 然後我就從最後面 一直追到了最前面 好 場上溫度比較冷 我們在四月牙口都有江茶 伙伴們到了可以休息一下 會不會江茶去巡暖喔 起車的時候開始笑容越來越少了 怎麼會這個樣子啊 越來越累了 而且也越來越冷了 就想說要趕快知道大家 我才可以去吃東西 我才可以休息 所以我就很認真的一直騎一直騎 跟著這位 這位 就是我啦 其實功不可沒啦 對不對 你覺得他帶的怎麼樣 有沒有會有安全感 有啊 他就 而且他有讓我就是 接近他一點點 我如果稍微慢下來 他就等了 哇 好溫馨喔 你覺得吃了香 都要吃一個好想哭的感覺 看到我的眼淚了 果然我們車碗記者也非浪得虛名的 只有專業有經驗的領旗 才能產生這種如同富翁女般的牽絆啊 沿著台積甲線 車隊來到了武林農場 這也意味著 車友已經完成了兩天180公里的騎身挑戰 這麼大量的運動 然後呢還可以啊 很有餘裕地欣賞很漂亮的風景 以前騎乘這種距離 而且又爬山啊 到這邊的話 應該沒有辦法站在這邊採訪了吧 居然能夠騎腳踏車慢慢看風景 以前想都不敢想 那這個體驗是非常非常特別的 武林農場最引人路盛的 魔國魚四季繽紛的花季 不過這裡著名的 可不是只有白天的風景哦 高海拔加上無光駭的環境 位於園區內的雪山登山口 也是中台灣著名觀星 與拍攝星軌的景點哦 喜歡看星星的來武林農場 絕對要來這裡 因為今天的月亮實在太亮了 接近滿月 所以這個星空效果並不是很好 但是呢記者還是有留下來 我們還是拍了幾張照片 給大家分享看看結果是什麼樣子 在這幾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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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說要騎公路車 要來挑戰哦 不是 那麼簡單的事情 好歷教我今天 有騎到這電動車這樣哦 哈哈 會弄小花的小花的喘 長時間不斷重複的踩踏運轉 對體力是一大挑戰之外 一路的上坡 讓不少車友的電動單車 開始遇到了電量消耗殆盡的問題 終於趴了 加油 後面有補給車 等一下就來了 還有一個人在等換電池 對了 我們等你來了嗎 好 我現在等羊出發 看著車友們陸續更換完電池 那我們車版法蘭克 跟Dora的狀況呢 有沒有看過驢子 跟紅蘿蔔的故事 這一個是什麼 太過分了 想要嗎 想要就過來 那是Dora的耶 想要嗎 想要嗎 想要太過分 可是大家打5 都在5 最好是我現在還有100個 我就想要這樣子開100公里 你們就到了 一顆電池就看出人性了 好啦 試看現場氣氛有點緊張 出來搞笑一下 順便緩和大家的情緒啦 因為接下來穿過大雨嶺 轉入台十字甲後 烏嶺雖然近在咫尺 但這最後的10公里 無論在身心靈上 都是成案最嚴峻的失戀 大家都一直在講說怎麼辦怎麼辦 今天是最硬的挑戰 雖然我很有自信 可是我心裡面 真的有默默的開始擔心 我如果沒有完成 要怎麼辦 兩分鐘後我們就要出發了 我最後過你的機會 要不要上車 那如果我會覺得樂 就把它變好 不要 你是不是猶豫了一下 其實 我真的有想上車 可是 我真的是不可以輸給我自己 最難的路段 其實就是大雨嶺到 武嶺這一段 高海拔波度抖 這一段不管是在經費的功能 肌耐力的要求 都是相當的高 好 還有五公里 我們就要到五嶺了 我們愈來愈接近五嶺囉 幫他們加油加油 好累喔 就是那個腳啊 真的是很痠 就覺得你好像沒有辦法 繼續再踩下去 可是呢 那個意志力 我就是用我的意志力 一直在騎車 然後就甚至都開始 跟我自己對話 當車隊來到了小峰口的同時 海爬高度也正式進入了三千公尺 這個時候距離台灣公路最高點 還有最後的五公里 而這五公里 還需要爬升至少兩百多公尺 加油加油 最後面那五公里 我覺得路途上 我好像第一次看到這麼漂亮的風景 然後那個山就一層一層一層 還有那個 雲霧也是一層一層一層的 然後我覺得很享受 可是真的還是 有很累的感覺 可是我的同伴們真的對我很好 他們就一直在騙我 一直在鼓勵我 所以就是 再轉一個彎就到了 好累 快到了 快到了 可以 不知道他們是騙我的 可是我就是有 相信 好可憐 最後面 到達山頂 那個感覺真的 很難以言喻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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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終於騎完了 就覺得 我的腳可以休息了 這下你吧 你啊 你啊 是 害怕 好可憐 好可憐 之前都常常聽到人家說 登武嶺 就是這一句話常常都會聽到 可是我真的是沒有什麼感覺 我也不知道 他們 因為他們也會講到說風景很漂亮 可是我就 覺得我從來都沒有辦法去體會 到底有多漂亮 可是騎到那邊的時候 突然就覺得 哦 好像從 從此之後我可以跟他們對話 然後也覺得 就是 從今天開始我就是 登上武嶺的人 Royal Trip 是一種慢活悠閒的旅遊型態 而電動單車的新奇 可說是拉近於台灣最美風景的一種新選擇 不論你看完這一集 對電動單車是否動心 台灣公路不同視野所呈現的美景 都很值得你用不同形態的方式 再次探訪 有照片 對電動單車的新奇典 有選擇 我們有選擇 對電動單車的新奇党 對電動單車的新奇兵